抽烟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习惯 好像除了点水鸳鸯比较方便以外 也没有什么好处 但毕竟这属于个人的行为与偏好 本来就没有什么好评论的 但如果有一天你发现 我的前妻结衣 下工后蹲在片场抽烟 你会有什么感受 是啊抽烟的确属于个人行为 跟演艺人员的专业也没有直接的关联 但观众总是有种投射心理 就好像你们曾经因 我的前妻结衣是你们的老婆一般 也许建立多年的孕女形象 就迎着一根烟让她全部崩盘 好了今天我就来点名17位 有抽烟习惯的女星 有些也可能让你跌破眼镜呢 嗯如果你有眼镜的话 苍井幽 向来以森林系女孩铸成的苍井幽 一气萌又纯 干净又温暖的形象世人 但她其实是一位站在森林里面抽烟的女孩 之前就被人没拍到抽烟 据传她是一名老烟枪 每天至少要抽两包 连杂志采访的时候都控制不了烟影 边抽边采访 日刊赛走曾报道 苍井幽在Dr.伦太郎杀青庆功宴上 大口哈烟和大家一起拼酒 空灵形象瞬间破灭 枯北珍稀 前阵子才看到她与山P的诈欺猎人 乖乖女的形象却是位影君子 早年被日媒爆料 烟影超大 每次拍摄都会在吸烟区抽烟 吞云突兀的动作熟练 一次都会连抽两根 就算被工作人员看到也毫不在意 她是在日剧正义代书战士中 为了剧情需要练习吸烟 并因此染上烟影 满岛光 出生于冲绳 在四重奏中有精湛的演出 除了在剧中有抽烟的画面 现实中也拍到在垃圾桶旁吞云突兀 黑木华 被封为小苍井幽 凭电影小小的家 获得柏林影后殊荣 曾被拍到边走边抽烟 消息人士指出 她总是烟不离手 广莫良子 四岁出道 清纯的气质加无敌透明感 曾经席卷90年代的演艺圈 但东京Sport曾爆料 因为拍片压力大 并且经常睡眠不足 喝酒抽烟早就成为广莫良子 自我缓解的方式 曾被拍到在片场内抽烟 但在拍摄虚八百时 却说自己没抽过烟 是第一次尝试 小雪 很早就被爆料是个大烟枪 在末代武士过后 自觉是大牌明星 总觉得经纪公司偏心 重视广莫良子更顺于她 心里不平衡的她 一天哈个六十根都是小意思 之后曾传 与松山演艺结婚后 为了小孩戒烟 但到底有没有戒除成功 不得而知 长泽雅美 1999年选秀出道 甜美的长相 F照碑 长长的腿 在当时是许多人心中的女神 但随后却多次爆出丑闻 其中就包括未成年吸烟 容苍奈奈 2016年嫁给赫莱贤人 形象清晨 天然呆萌 但其实每天都至少会抽 40支烟 甚至有48支的记录 等于不到半小时就要抽一支烟 比日本平均抽烟的数量还要高上一倍 2009年被拍到 在其余Super Arena外的吸烟区抽烟 而为了维持一贯清新的形象 只要在工作中 就绝对不会让人看见他抽烟的样子 似乎是害怕粉丝会失望 水源西子 10多岁即成为少女杂志 17专属模特 15岁时因为成年饮酒和吸烟 而被杂志社解约 其实当时的内幕 是17不觉得水源西子有潜力 干脆一位成年吸烟 借机与他解约 松龙子 或许你很难想象 这位曾出演恋爱世纪 四月物语的玉女派掌门人 会与老烟枪画上等号 一天至少要抽40支以上的烟 扣除睡眠工作 平均20分钟就要抽一支烟 他的家里到处都摆放着烟灰缸 几乎是烟不离手 之前被记者发现在休息室里的烟灰缸 满满的烟灰烟地 当记者询问时 他也不得不默认了 陈海离子 童星出生 曾在一公升的眼泪中演出 形象健康清纯 2014年拍到与南模山下祥在街边吸烟 并且在他家一同过夜 导致清纯的形象大打折扣 冰棋布 之前就被拍到到同志酒吧好饮 烟也是抽个不停 这也解开很多歌迷的疑惑 为何他后期的嗓音差异这么大 其实就是抽烟喝酒外加熬夜 把自己的身带搞坏了 好在后来都是靠后知修音 现场演出也就是唱个气氛而已了 小泉今日子 曾公开介入风源公补的婚姻 大方坦承小三的身份 最后也逼退正宫 与男友共创事业 但工作人员透露 小泉今日子下了功 尝到酒吧喝酒抽烟 似乎是为了缓解当小三的罪恶感 肚鞭直美 胖妞倒是大辣辣的 直接承认想吃就吃 想笑就笑 我会讲黄色笑话也会抽烟 不在意他人的眼光 做自己对他来说 比经营什么人设更为重要吧 极高游离子 在蛇性与蛇环中 抽烟的一幕让人印象深刻 据说极高游离子私下 喜欢玩小钢猪 麻将 赛马等赌博游戏 鸭齿也因为抽烟而变黄 北川井子 出道不久就被爆是个超级烟枪 与山下之久拍拖时 就时常烟不离手 经纪公司曾劝他戒烟 担心他哈烟的模样 毁了玉女的形象 之前与牧村拓栽林志玲 拍摄月光恋人 就在全日空贵宾室内狂哈烟 直到登记前一刻 林赖瑶 以天然呆不做作的形象受到欢迎 其实也是个老烟枪 只不过据Black the Taboo的报道 林赖瑶抽烟非常低调 绝对不会影响到别人 总是走到没有人的地方吸烟 不造成他人的困扰 其实今天点名的17位女星 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 如松刚莫悠 雨多甜光 片赖纳纳 田中美宝 永作博美 平爱梨 安世奈美慧 鸟居美雪 中山美岁 左左目西 都曾被披露吸烟 实在是族繁不及被宰 基本上在日本吸烟的人口 比例上真的很高 这些艺人会吸烟 我觉得也不需大惊小怪 只不过观众很容易把艺人在萤幕上的形象 投射到艺人私下的生活 希望他们人前演戏 人后继续演戏 说实在你喜欢的 不过是他们在媒体前面建立的人设 根本不是真实的自我 林志玲也会抬屁股放屁 刘德华也会抠脚 然后拿起来闻一闻 大家还是专注在他们的演艺事业就好 不用太认真啊